十年前我们开始环游世界 带着空族到处玩 全国国际都跑 相濡以沫又爱闯世界 事业健康快乐三丰收 小学出走大学叫这个空族 我们写了三本里 别人出去玩是花钱 你们这还赚钱 对啊 然后还有做广告 运动生活方式和工作 全都融到一起 特别扭 列了大概有一年多 就颈椎病也不疼了 腰也不疼了 我直接就住了急救中心了嘛 他吓得一晚上都不睡觉 一直在病床边上 我觉得他们就是 两部老年生活的教科书 上了十几次中央电视台 最多的我一次进的完28个 你拿了吉尼十七六五 对 我自己亲身的感受 就是我们进行了第二次恋爱 大学到现在开始 有八十个男生追过他 我平时喜欢 交际喜欢交朋友 万千宠爱于一生 心高气傲男落地 我们每次招 类似你这样的女生 我们都特别 头疼又爱又恨 其实八十个不算太多 做事呢就会出现有时候 比较任性 就他还是有他自己执着的地方 对你的这个未来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觉得我是可以后继波发的 青城山下 白素贞 外在的和内在的功力 其实是有差异的 把他们八十个人 都凑齐到一起来的话 变成一个拳击part 你把自己想得太抢手了吧 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和工作氛围 我是需要绝对安静的 对工作环境要求苛刻 对自身能力却认知不足 你在工作中想追求什么 追求一种快乐 我分裂是代表我的爱好不同 内心太脆弱了 在职场当中 同事之间的配合 要包容不同的性格 那么你将来怎么去融入进去 就是非常的冷酷无情 你所关注点都特别奇妙 全部巧妙地躲过了工作要素 把自己的要求 定在一个什么平台上 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求职的是波音 这跟你的专业也不相关 对 不相关 是为爱好去奋斗 只想不做难成真 波音总是毕业的 这个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你比他们更强吗 没有看出来你比他们更强 这是我的一个爱好吧 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亲爱的 谁都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选择权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就是希望有各个企业家能够看 哇 这个姑娘不错 我愿意培养她 没做任何准备站上来 唐人黄之说的那真的是梦想 你只有晚上想的梦想 我现在并没有觉得 我这个路彻底断了 我还是觉得我可以 这里是大型互动 职场招聘节目 菲尼莫属 欢迎节目 主面试官 扑磊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来到天心卫视 菲尼莫属 我是扑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热烈的掌声送给十二位嘉宾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银发组板块 掌声有请两位老人 主持人好 你好 伙众们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观众 你们好 好 我是中国空中大人 国家一级空中教练 贾德平 空中教练 对 我以为是金腰带 这是干嘛用的 这个 保护腰的 我玩了个大空中 多孤独 他能把这个静能提起来 江苏人 对 江苏南京的 六十二 对 看得出来吗 也就跟我差不多吧 来 你们俩介绍一下 我叫张广珠 这是我的老伴 我今年是七十 我今年六十七 好 我们俩有一个共用的网名 叫花甲背包客 您可不花甲 您的古兮了 对 是古兮了 十年前 我们开始环游世界 玩了十年 对 当时起的名字 叫花甲背包客 十年前的一次云南之旅 两位素不相识的外国游客 不会中文 但却玩得悠然自得 这让不会英文 但却热爱旅行的夫妻俩 萌生了出国看看的念头 也就此改变了他们 接下来的人生轨迹 人老心不老的二人 学英文 准备行囊 做攻略 就这样 一玩就是十年 从欧洲到美洲 从珠峰到南极 从花甲玩到了古兮 旅行也成了 他们彼此最深情的告白 背包也成了 他们爱情最好的见证 您的背包有多重呢 二十五到二十七 是每个人都这样 共鸡呀 你们俩 对呀 一个人 他的一个人一个 背什么东西呀 我这样说吧 你想一年四季 衣服都给装上 全要装进里面 而且不光是衣服啊 洗漱用品 照相机啊 什么那个那个 还有一个锅 我们自己带 你做饭啊 对呀 那个我们走过的地方是 最高是去 珠峰大北营 珠峰大北营 海拔五千二百米 最北是进入北极圈 最南是到南极 在南极挖一个坑 睡了一晚上 到了那儿 他不给你发帐篷 给你发个铁锹 发一个睡袋 让你挖一个坑 他告诉说是 意思是说 你在这里头躺着 挖的那个雪 能露在你脸上 但是风可以从你的身上过去 脑袋上面要护着吗 拿了大浴巾 一开始是做枕头的 结果等到睡半夜下雪啊 冻着我脸不行 我就盖在脸上 没事敷个面膜呗 那我当时怎么没有让你跟我一块去啊 你要敷个面膜 你敷了面膜 第二天早上起来 脸是硬的 都冻了 我刚进去说 有没有算过自己去过多少个地方 行程多少公里 没有计算 没计算 没办法计算 比如说我们就这次去南极的时候 我们一次走了半年 180天 180天走了14个国家 就光过那个赤道就走过了六趟 绕地球一圈 你们俩这个 在旅途当中 有什么特别刺激的事吗 去南美 这个有个滴滴卡卡湖 它那湖水平面是3800 在那里 我的老伴 得了那个高反 高反加感冒 还是高反还是很正常的 他说问题是我咋那给感冒了 这是很厉害的 就是要有点常识都知道 感冒在高原上高反以后 会特别什么危险 脑水肿 肺水肿 我在那烧了四天 高烧不退 我带的药全吃到肚子里了 怕吗 差点没死在那儿 怎么都不怕吗 他克死他乡吧 对啊 肯定是 你老伴流泪了没有 他吓得一晚上都不睡觉 一直在那儿 在我的病床边上 我直接就住了急救中心了 他在那儿 我输养输液 他一直陪着我在那儿 这么窝心的 急救中心三天三夜 输养输液 当时都不敢想 不敢想那个后果 那为什么要去那么远呢 国内玩玩就行了吗 哎呀 世界那么精彩 世界这么大 你要去看看是吧 对 不光是看一看 要深入地体验一下 我们那会儿出去的时候 语言怎么解决呢 在维尼斯的时候 我们到一个旅馆 正好那边 它那个 是它的淡季 是它的淡季 但是它那个牌价 是标得非常高的 每个晚上120欧元 我说你太贵了 但是我又不会说 这个当时想不起来 怎么说了 我就是 意思就是太高了 太贵了 然后怎么样 他没报警啊 这样 然后人家给我们 120欧 给我们压到 他居然听懂了 对啊 不是 人家他绝对听懂 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他要做你的生意 是吧 他知道你这是要便宜点 不让你们俩人在那 以为你们俩人是 在说哑语呢 对 你们俩人在路上会吵架吗 吵 吵架是正常的 不吵架是不正常的 最经常为什么事而吵 吵得最厉害是什么样 吵得最厉害的是 我想要去这个地方看风光 他说他的车已经开出去了 再倒不回来了 我们俩就开始吵架 你们还经常自驾是吗 就开车 对 自驾 我自驾是在那个美国 加拿大绕一圈 租车 52天 然后在澳大利亚也是绕一圈 然后新西兰绕一圈 英国绕一圈 我觉得他们就是老年生活的教科书 就特别地美满幸福 我也特别感触 原来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他老年要去旅行的话 都没有很多钱 或者说没有 没有钱 没有时间去锻炼 没有钱去旅行 但是通过你们 我会觉得 其实钱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你们也没花多少钱 但你们的生活过得 非常地丰富多长 人家还赚钱呢 你们这个出去玩的费用是哪儿来 退休金呢 有退休金 然后有我们自个儿的积蓄 然后后边就靠我们写书 写啥书 我们写了三本旅行书 别人出去玩是花钱 你们这还赚钱呢 对啊 然后还有做广告 还接待银呢 做啥广告啊 推电影 12年的伦敦奥运会 我们俩的照片 在那个英国的伦敦的 双层大巴上 我挂了一个月 我再给你们接一会儿 斯凯勒找你们做代言 做户外的 对吧 代言费给高点 对 我觉得他们 特别牛的地方 就是把运动 生活方式和工作 全都融到一起 实际上工作本身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特别牛 所以我告诉 在位的年轻人们 你找到那一半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想跟他结婚 不想跟他结婚 你就带着他去旅游 你就知道 他有什么缺点 他有什么毛病 然后他有什么优点 他有什么毛病 有他最大的毛病 他是不让我 给我们家女儿买东西 男人都不喜欢 女人逛超市 今天得到一个 人生的这个恋爱道理 如果想跟一个人结婚 带着他去旅游 是最好的测试 感觉真是不复丰年 纵情向前 然后是我们的 楷模和榜样 我以后也准备背包客了 花架背包客留下的 故事与感动 还在持续发酵 而接下来这位 也是大有来套 吉尼斯最大空竹龙 记录保持者 同时舞动 18个太极空竹的 吉尼斯记录 也是至今无人能破 而这样一位空竹达人 又是如何练成的呢 来我们聊聊贾老师 登上央视舞台28次 每年玩的空竹 都是新花样 是吧 您说说 您为什么要玩空竹啊 怎么接触到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颈 有点颈椎病和腰 腰有问题 到医院里面去看 医生就提示我 他说你这个颈椎病 没有好的办法治 最后呢 就是看南京有好多人 就师父练空竹 你去练练空竹 可能有点效果 这样我就带着一个 这个情况吧 我就去到了 试一试 这个公园里面 找了有些师父 宁空竹的师父 练了大概有一年多 确实进了效果 就颈椎病也不疼了 腰也不疼了 就爱上了 对就爱上了 然后我练了大概有 一次性玩15个的空竹的时候 不少就是灵机啊 其实我是中央电视台 挑战栏目 所以也是像你这种玩法 只能玩12个 你都能玩15个了 你可以去挑战他们 然后一次性挑战成功了 你的空竹都是自己做的 还是外面买的 对 有的空竹是我自己做的 最重的空竹有多重 最重的有70斤 70斤 对 最多的我一次性能玩28个 你拿了吉林斯西路 对 有 对 这个刚才您说 您是空竹国家一级教练 对 就是怎么从这个业余组 玩到专家组去了 算了就是 十几次中央电视台以后 试体游机 省体游机 就对我很关心 然后以色列把我送了 就是南京和江苏省体游学院 去学习 然后有了证书 体游学院的毕证书以后 然后申报到国家 就你现在还教学生 对 我现在在小学初中大学 任教那个体游科 教这个空竹 做表演吗 就是三月表演我也做 您现在一年能挣多少钱 十几万吧 那你退休前工资 大概一年多少钱 退休一年大概 五万多块钱 这收入还翻倍了 又老月值钱了呀 那您平时玩空竹 您老伴干嘛呀 他一个是做做家务事 还有一个跟我演练练空竹 也练空竹 演练空竹 有夫妻配合是吧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我出去 既有这个演出的话 他也做做助手 今天您太太也来了是吧 今天也来了 来掌声欢迎太太 这太太在下面等了很久 跃跃欲试 一说到她的名字 她疼的一下就上来了 您多大年纪 今天六十二岁 你们俩同岁是吧 对对 这个空竹好玩吗 好玩 又能强身 还能健体 他这个老师这个商业 虽然能挣钱 但是是不是影响你们彼此平静的生活呀 不影响 孩子们大了 我们来老两个有苦有乐 我们到处玩 到日本 到韩国 全国国际都跑 人家也到处玩呢 人家是背包客 你们是带着空竹去玩 对带着空竹 那你正好在他们面前来两下 对 日本我去过两次表演 韩国也去了两三次 受欢迎吗 受欢迎 挺好的 对对对 那你我们今天也看看呗 可以啊 行不行 来 掌声欢迎 好 谢谢 好 我先玩个中国楼啊 看上去 看上去好像不太难 我们能不能找个老板 试一下 谁愿意上来试一下 这样抓着甩了 是说的吗 这样你站上去 就这样 摔上去 你这样 是这样 你要做 我摔上去 摔上去 摔上去 快一点 摔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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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给缠住了 摔上去 坐起来难啊 行吧 老师回去待着吧 这个就多了 这个有多少个 12个 我最多可以把28个 看着像纺织机一样 好棒啊 好棒啊 这些道具也是你自己研发的吗 锅做的呀 不如是我自己自己研制的 过去那你玩的时候 有这些玩法吗 花样动作都是我自己研制的 这个多少斤 这个有12个 真的帅 好 哇 哇 你们俩配合来一个 哇 哎呦 打鼓一样 对 太快了 你来俩花样 你来俩花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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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总您有详细 你来俩的 那你得起来一个跟着转 好 好 好 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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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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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不多 你年纪大了会玩这个吗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看着简单但是玩起来 掌握这个节奏特别难 所以说有一天我拜你为师 可以 争取把锅能够转起来 可以 一定 谢谢 老师上表演 包括两位老师的旅行 让我特别感动 生命在于运动 其实很多人是有时间的 但他不能去坚持 是非常投入花时间 但是四位在台上去分享的经历 我觉得其实我们无论工作再忙 只要说你每天抽一点点时间去坚持 这生活真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有的职场的 工作人员他们学习的 今天请到的两对夫妻四位 老年生活最大的特色就在于 生命在于运动 对 对吧 对对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觉得生活乏味 你教教他们 怎么让生活变得有生趣性 大家觉得我是七岁的人吗 我自己觉得我三十多岁 所以心态年轻轻的话 真的三十多岁 真的 那你亲老伴一口 公岁了 公岁了 你亲老伴一口 好 好 我们实际上那什么就是周游世界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吧 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进行了第二次恋爱 好 太可煽情了 没有办法 瞧你脸上高兴的 咱们也不能顺墨 人家再恋爱了一次 今天来的都是大学生啊 我希望你们都自己前面发展 尤其是就是六十时间修语文化 尤其是四十时间呢 练练就是这个体育 把身体锻炼好 你们俩不亲一个啊 心气热一下 无所谓 其实我觉得你们一点都不老 刚刚他们提到几个老子上 特别年轻 心态年轻最重要 这现在的年轻人啊 动不动就会嘴动 心动却不行动 所以说其实如果要真正的心动 就要身体力行 用自己的行为去表达 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 而不要老是待在原地 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 眼界开了 自然很多烦恼也就想通了 谢谢四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来来来 在学校 我是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优秀学生干部 在实践方面 教师 招生办主任 微商总代理 行政助手 双眼歌手 主持人 都是我的标签 我喜欢舞台 喜欢在人群中成为焦点 我喜欢挑战 追求卓越 坚持内赖兼修 看着前方的灯光 才能忽略身边的黑暗 定住远方的目标 我们才能默示脚下的坎坷 不做下一个谁 做第一个我 刘岳 女 吉林人 25岁延边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 大家好 我叫刘岳 是延边大学的一名硬届硕士毕业生 作为一名推勉研究生 2017年 我以学院最高的学分基点 获得了研究生国家级奖学金 在校我曾担任校研究生会秘书长 学院的文化部长等职务 自大三起 我便独立供给自己的学业和生活 曾做过培训机构的教师 与伙伴共同创立过韩国语培训机构 并从事招生工作 学员达100余人 2015年我加入了微商行列 并成为了韩石独创品牌的全国总代理 在校我也做过一些勤工助学的行政助理工作 然后也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呢 承接过一些商演活动 作为歌手和主持人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有关教育培训 文化传媒 活动策划等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少数民族史专业是学什么呀 我主要研究的是中国朝鲜族史 跟我们说说朝鲜族的一些风俗呗 朝鲜族呢 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然后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微商行业呢 然后也是主要做一些朝鲜族的传统美食 你本科是什么专业 社会人类学 你学的专业都挺特别的 是 本科的时候 那个时候 报的这个颜面大学的时候 大概是被调剂的这个专业 然后我觉得吧 你应该不是个随波逐流的人 我觉得真正有能力的人 我不是说自己的能力有多强 就是应该会适应所有的场合 或者是所有的方向 他成绩倒是挺好啊 他本科是保研的 是吧 保几个呀 我们班级保了五个 你是其中一个 挺骄傲的啊 但这个专业怎么找工作呢 对 没有太对口的这个专业 所以就要说到你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自己又做主持人 又做商演 会唱歌等等等等 就参与过很多活动是吧 是参与策划还是只是参与表演 策划表演都有 策划过校级的研究生迎新满会 然后无论是从最开始的拉赞助也好啊 订场地也好啊 我是一个活动的策划 然后把一部分一部分分给就是下面的人 就是你没从事过具体的工作 他始终是高屋见领的角色 一直在那个位置徘徊 是吧 这个有一个事 你跟我们编导说 他从大学到现在开始 有八十个男生追过他 从大一到现在可能七年了嘛 然后我平时喜欢交际 喜欢交朋友 也不算说那个真正的追求吧 可能说跟我表达过有好感的呀 怎么这会儿谦虚了呢 对这八十个男生的猛烈追求当中 你作为一个这个做活动策划 你今天应聘的是活动策划 如果你要策划一个你的个人晚会 请这八十个人来 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 让他们既得到安慰 又能够再次寻找幸福 我觉得如果把他们八十个人 都凑齐到一起来的话 就不是一个聚会派对了 变成一个那个拳击 拳击派对了 自己想的太抢手了吧 我不是 八十个男人为你争风吃醋 不太可能吧 我觉得他们差不多都是 一个类型的 彼此看着可能不是那种特别 你觉得这八十个男人 看上了你什么 你说来听听 分几个阶段吧 大一到大三的话 可能就看中我的那个年轻 或者是长得还算可以 大三大四 接触一些学生会工作之后 可能喜欢我的干练成熟 或者说跟其他学生相比 我的生活比较充盈 然后读研究生之后呢 可能就更加看住我 我的内涵这一方面 其实我有个问题非常好奇啊 你刚才说有八十个人追过你 假设啊 这八十人全来了 你是希望他们和平谈判呢 还是希望他们互相PK 能够有一场比赛 来选这个男友 我希望他们每个人 都能得到幸福 那这样呗 假设八十个人在下面 这就是一场活动 是你策划的 然后他又是主持人嘛 对吧 你准备在开场前 跟他们说点什么呢 突然谈到这个 是我觉得特别措手不及的 确实是不在我的准备范畴之内 突然间 让我有点那个中后外 茫茫人海中与你们相遇 我觉得是一种缘分 可能你们遇见曾经的我 在我的人生中走过一段 我们彼此都留下了一些 比较美好的记忆 每个人都走过一段 那得多长啊 你不可能吧 你有些没开始吧 那就是我在他们的人生中 还算 继续继续 还算走过一段 然后 就算时光匆匆 然后青春已经不在 希望我们都能记住彼此 最美好的时光 然后最美好的容颜 我也希望你们都可以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永远热情 永远热泪盈眶 还希望别人记住他 记住他怎么就找幸福呢 对不对 你毕业了没有 我今年毕业 就是你还要回学校是吧 那八十个人还在学校 看看那八十个人在学校 啥反应 你这个专业啊 你说本科的时候 你是被调剂过去的 对吧 如果说你本科的专业 不是你自己想去的话 那你为什么还要再花 三年读研究生 然后读完研究生 你现在又找得跟你这个 硕士研究生 又毫不相关的事 就是你对你的这个未来 你到底想做什么 有任何一点规划吗 那个时候我的成绩是很好的 然后当时高考的时候 刚过了中本县 一分就是 到时考试的时候 有点失利了 然后我妈妈的话 从小对我的期望值比较大 她希望我报的是 一些经济类的院校 但是我本身不是很擅长 就是数学这方面 刚好经济类我被调了 而调到了一个社会人类学 我一看这个我其实还是喜欢的 又不用学数学 然后觉得 只要不用学数学就喜欢 那个时候反正的想法就是 最起码我可以选择一下 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我的人生可能没有经历过 一些大风大浪的挫折吧 人有时候那种气质和气场 它不是说自己能够掩盖的 看得出来 刘岳由外几里 是有她优秀的第二部分 但是呢也有点小优越感 身边当中 无论是那八十个男生 老师还是妈妈都挺宠她的 她自己其实主意并不大 但一直被光环所笼罩 所以不太接地气 确实其实素质啊 基本素素质挺不错的 但是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你的这个未来 到底想怎么发展 你到底喜欢做什么 我刚才的沟通还是没有发现 今天呢你来找工作 你找的是什么来着 策划 活动策划培训讲师 对 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两个岗位 我第一的意向还是 培训讲师吧 因为我觉得 你干过吗 嗯 干过是吧 从大一开始做家教 大三开始在培训机构 就是讲课 讲过英语和语文 这些课程 我觉得教师是一个 至高无上的一个行业 有可能你的一句话 会改变这个孩子的一生 然后也是特别有 行业荣誉感的一个职业 你已经很厉害 你已经改变了80个男人的一生 你要求薪水多少 薪水是8000家 有地域限制吗 呃 杭州和北京 杭州为什么 清澄山下 白素珍 杭州的话 作为一个东北女孩 就像南方人 向往北方的雪一样 我觉得北方人也特别 向往南方的山清水秀 你小姿的呗 对 你看小姿味又出来了 是吧 来第一轮选择去口流 还有九点灯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就是我看你那个 平常的学校生活 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么你怎么在学业 和你这个课外活动之间 找到平衡 就比如说 一开始我做的这个 培训机构 我会选择在周末的时间 然后之前在韩国语机构 做招生也是 晚上五点到八点 我们这个上课的时间 做微商呢 这个也是 我不用囤货 然后我是一键待发的 主要是招待里 做宣传 这样的 坚持做的多好 挣多少钱 你学业一塌糊涂 那我觉得不是一个 合格的学生 就像如果进入职场 无论你有多少的才艺 才华 本质工作没有多好 那还是一样 算是一无是处吧 那个坦白讲 其实我们每次招 类似你这样的女生 我们都特别头疼 又爱又恨 你觉得你自己是那种 锋芒毕露型的 然后喜欢 就是生活当中也好 功劳当中也好 一定要被关注 还是说你觉得 你自己是可以后继勃发 可以突然之间 沉寂一段时间的性格 以我本科学社会学的 这个专业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种 将我标签化了 有很多东西 都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长相 相对来说好一些 这个是优势 它有时候也是劣势 我觉得我是可以 后继勃发的 不然如果真的特别喜欢 那种受人瞩目的感觉 也不会一心地 就是去研究学术 这个女孩在学生时代 她是非常顺的 基本上是重心捧月 所以我们是非常担心 她在实际工作当中 在职场当中 不见得别人 会以你为重心 去围着你转 她是否能够承接这种怒差 并且能够真正地 去接地气地去工作 所有老板都担心 这个女生好看不好用 我们来看看 她的性格怎么样 流月的数据 不是很完美 首先是外向性很明显 沟通能力也不错 这个宜人性还不错 创新创意这一块 得分也比较高 也就是在情绪稳定性方面 得分偏低 这位选手 有时候会出现情绪化 还有就是完美主义 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弱重 那么由于情绪化之后 作舍就会出现有时候 比较任性或者随性 这时候 尽责性就表现得分不高 各位老板 您觉得她会是 就是像图雷老师提的 就是比如说好看不好用的 这一类人吗 对 就是刚才讲的 她就是表现得很端专 但其实自己的修养 还不能沉住这种 但是我特别想听这个颜值高的人说一句话 其实她们长得高是天生的 这是遗传 就大家在职场上 反而看到这种帅哥呀 或者说很漂亮的女孩的时候 在职场上天生可能就没有信任 就是因为她们 我所指的好看 不是指指外表 还有她曾经在舞台前的那种表现 但是我觉得她从履历上很努力学习 然后得到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她还是有她自己执着的地方 所以说白了 其实她那个体型再调一点会更好 刘昀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份撤评呢 就是说你情绪不稳定 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有的时候 因为可能还没有步入职场 然后稍微会有一些情绪化 但是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的 而且我觉得各位老板说 我好看也好 我其实挺高兴的 因为我现在没有觉得自己很好看 首先是肯定我好看的 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的 本来觉得自己可能在相貌上 曾经觉得还挺有优势的 现在也不是那么太年轻了 在这方面 我觉得跟大学刚毕业 或者是二十三的女孩相比 没有什么优势了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还挺感谢各位企业家的 我觉得刘昀你这么理解 就是说好看指的是说 你展示出来的能力 或表外在表现的这种 给人的这种 驾驭感 驾驭事情的这种感觉 让别人给你更多的预期 而认为这个人很行 但是在沟通过程里面 在压力面前 也表现出来的本性的东西 让别人觉得 可能你真的是 驾驭不了某种事情 所以说外在的和内在的功力 其实是有差异的 刘昀 其实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觉得你的基本素质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你 concern 主要在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 你的稳定性其实是比较低的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家 会有顾虑的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 刚才大家一直问你的 你的未来 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规划 所以基于这两点 我特别想问你一些更私人的问题 比如说你原来那八十个男生里面 你有谈过恋爱 你大概谈过几段 每一段分别多长时间 分手的原因大概是什么 从大学到现在 七年大概谈过四五个男朋友 然后每个大概都在 最长的是两年 然后最短的是两个月 中间的就是半年左右这样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八十个不算太多 因为七年我上大学 平均每年就十多个 而且不是追的那种 对你有好感的那种 你这说话是想被那些女人恼死 有些女人比如说七年了 十年都没一个 你说八年八十个还不算多 大家一直都在说你长得漂亮 其实我看不见 我三百度的近视 然后看不清楚是什么样 其实还行 刚才张老师说 你是偏完美型主义的 这个我比较关注 因为我觉得做活动策划的话 一定是这样的性格的人 我个人认为 可能会能达到我们的满意度吧 我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信心的 相比同龄人来说 在学校里我觉得 就算我不是说特别出色吧 但是我觉得 我也是比很多人都要强一些的 至少我自己的社会角色 我会努力把它去扮演好 我劝你把那个薪资再调一点 杭州六亲也活得下去 可以 自愿的啊 来 第二轮选择续火力 还有四盏灯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聚焦摄影的活动策划 北京 北京 我现在给你提供的这个岗位 也是我们的那个活动组的活动执行 地点在北京 刘悦我给你提供的是我们整个市场品牌的整合营销 我们工作地点在上海 刘悦你好 那个泡马特给你的岗位是行政专员 地点在北京 灭两盏 刘两盏 老师 谢谢您 老师 谢谢您 有请刘文君 郭兰 谈前不上感情 请揭晓 六千五 六千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两位老师 咱们的工作地点都是在北京 杭州没有睡吗 在北京 没有杭州 没有杭州 刘悦啊 那个杭州如果说我跟你提供另外一个职位 你愿意吗 什么职位老师 这是销售 我们在杭州叫聚雕baby 在杭州有一个分店 分公司 自己考虑一下 让他考虑一下 反正你提供两个职位嘛 来 把另外两盏灯亮起来 来 我们看看定生冰的薪酬是八千 其实我们那个岗外经常全国出差 像杭州啊 苏州啊 扬州啊 来 王宁 请亮牌 七千 都比这两位要高 好 接下来你可以从这两位当中挑选一位来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代替 考虑十秒 你的答案是 钱包生活代替聚焦摄影 钱包生活代替聚焦摄影 为什么 一个是老师刚才说的那个薪酬问题 再一个说的是可以全国出差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工作 那为什么不是代替金山云呢 因为我觉得老师比较懂我 比较了解我 然后比较支持我 他哪儿懂你了 女人之间的懂就是一瞬间 你拉倒吧 郭兰咬着后槽牙 嫉妒你有八十个男人追 你看 你说喜欢杭州 我又给在杭州又给你提供了个职位 你还把我给你了 我不选择 他肯定不愿做销售 你看他都他会愿意做销售 好 有请刘文君黯然离场 来 有请定盛斌荣耀登场 这两个当中你要做出最后的选择了 同样考虑什么 钱包生活 金山云 或者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钱包生活 去吧 有一点我希望他进入我们企业 我希望他能够抵下身子 把自己的心态能够放空 把一些学生时代所产生的这种优越感 他能在工作当中 一定要把他抹平 踏踏实实地从您开始做 今天各位老师的意见都特别中肯 我应该去沉淀 然后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后一步一步明确自己的职业定位 好好努力 然后创造自己的价值 然后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我是陈天昊 来自天津 我在平时是一个让家人觉得温馨的人 让朋友觉得暖心的人 让同事觉得知心的人 我热爱助唱工作 多次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了 与人交流的方式和处事的方法 也历练了自己 也做到了可以热爱一件事情 坚持到底的决心 对自己即将在舞台上的表现 我认为我的踏实稳重 及完美主义者 可以获得企业家们的喜欢 与眼前一亮 90后的我做80后的事 陈天昊来24岁天津人 山西农业大学本科软件工程专业 大家好 我是陈天昊 来自天津 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在校期间获得过院校奖学金 在2017年获得蓝桥杯软件大赛B组二等奖 校内任职于文艺部 负责校园文化节等活动的主持及演讲工作 我认为我是一个做事有责任心 且执行力较强 注重细节的一个人 在今天这个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希望寻求一份市场 或者是活动策划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老师们认为 适合我的职位 谢谢大家 回来 编导说你胖了 对 因为我在前一些日子 还有助唱的工作 唱歌啊 对 你是歌手啊 不能算 只能算是一个爱好 帮朋友是去助唱 然后也不要钱的那种 不要钱你去唱它干嘛 喜欢 那就干这个呗 不 这个毕竟是一个很难发展的一条路 我觉得 所以还要面对现实 当然 是吧 就工作的业余时间都去唱歌是吧 不是 因为我是今年17年6月份毕的业 然后因为身体一些状况 然后在家休养了大概四个月左右 前段时间做过一些市场的 这个IDC的一些销售 在大学实习期间呢 是做的我的本专业的 C语言的开发 做的主要是代码的录入 你又是理科生 又喜欢文艺 我觉得我当时选择软件工程专业的话 是看中它的前景的 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编代码 又喜欢酷爱唱歌 对 今天找的是市场推广类 这三不靠 比较分裂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任何职位 假如说有一个学习的机会都可以胜任的一个 那先聊聊你这个人吧 你喜欢唱歌是喜欢那个台前的感觉吗 当然 但是来到《非你莫属》这舞台是不一样的 有女粉丝送花吗 没有 但是有捧场的 都是朋友 那个 这上面写你要求工作 你讲究一些安逸性吗 对 是要在工作时候是要安静的 绝对安静 我不是说安静 我是说你希望朝九晚五的工作上面写 我的朝九晚五的意思是 我可以有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是想来一个对比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 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你看啊 你这上面写最近的一份工作 我离职的原因是公司在市区 每天工作往返路程较远 对 每天需要坐地铁 大概需要一个多少时左右 才能到那个地方 地方下轻轨之后 还需要打车 那你今天面试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工作地点北京天津 别的地方不考虑吗 不考虑 为什么 上海可以 因为我觉得把自己的要求定高一点 标准高一点 可以对自己好 如果说你把自己的要求定在一个什么平台上 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对于工作的工作量以及这个工作作息 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问题 如果是正常的班的话就OK 都可以 你干过市场推广吗 没有做过 那为什么既跟专业不对口 也跟喜好不对口 我喜欢 因为我是外向人 唱歌是一方面 有些外向的一方面 然后我觉得做市场也是与人交流 沟通的一方面 那你以前咋不干呢 以前没发现 那将来再发现了别的 你又喜欢别的 现在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现在的 我可接受的程度范围是互联网行业的市场 偏向市场策划会这些方面的工作 你真的挺分裂的 我觉得分事吧 你在某一个时候做某一样的事 你就是集中的 我分裂是代表我的爱好不同 讲一对我的经历吧 之前面试的一家公司 然后入职了 我觉得第一印象还不错 但是入职之后 可能有一些电视剧清洁 比如说大家员工们一起 欢迎新同事陈天昊 这个加入新公司 我是抱我这种幻想的 但是呢 那个公司可能也是规模较小 然后给我的这种感觉 就是非常的冷酷无情 那什么氛围怎么冷酷了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也没有一句问候 就知道你这么个人来了 陈天昊来了 就没有别的了 一点的欢迎式都没有 给我的一种是一种孤立感 那80%的公司应该都这样 可能也 我们这儿有百分之二 有多少公司是那种热烈欢迎呢 我们 你们是什么 我们会在一起 我们热烈欢迎 我们会拍照 然后从群里面再到现场 会有一个欢迎 现场会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新同事介绍 泡巴马特呢 我们是因为现在来的信任 比较多 然后让大家一一介绍 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们每周一的时候 会有一个全体会 第一件事就是本周 来的新免工介绍 其实我很奇怪 我很奇怪 就是你刚才描述 如果没有欢迎你 大家没有去招呼你 可能是你觉得 这公司冷酷无情 我觉得严重了 对 但这个我觉得很自然 就是公司应该是有个企业文化 就是这个上面的话 我觉得有一些小公司 他可能在这个企业文化上 他没关注这个事的话 你觉得是什么 就取决说 这候选人追求什么 如果追求说 这是两件事 两件事 然后再一件下的场 你在工作中想追求什么 追求一种快乐 一种大家积极向上 一起去为了一个项目 一个目标去奋斗的一个原因 我实习的时候 我们的IT部只有四个人 做的那个项目 是我们一起去做的 我觉得这种感觉 可能是 不能说是一种 对欢迎您式的一种否定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其实 做企业文化 我们应该对员工 足够重视 给到大家一种 这个集体的感觉 但对于员工 对企业来讲 他把这种东西 对于他对一个企业的 判断的一个标准 我认为他的内心太脆弱了 这只是大家没欢迎你 你就觉得 这个公司好像怎么样 那以后你在职场里面 受到很多很多问题 你自己怎么去度过呢 其实图雷老师 刚开始在问他 他是好像看起来很关注 工作时间这件事 其实到最后 候选人 这个天昊 你都在说 我期待一个正常的工作时间 互联网公司 是以完成工作为目标的 你能早干完 你可以走 没有人让你一定在这加班 但是你想做的这个市场工作 真的不是这种方式的 这种工作模式 我先跟在座的老师们说一下 两点 第一点可能对我刚才的冷酷无情的用词 有一些唐突 那我首先说第一点 为什么我对公司的这种欢迎仪式 有一些特别的这种感觉呢 之前我有一份经历没有写 是在某酒店实习的一个状态 我为什么选择在酒店时期 是前台职位 我觉得前台职位 可以断断人的交流方式 当时我选择这家酒店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也不是说像 电视机里那种说热烈欢迎 或者是怎么样 也是那种建一个群 欢迎陈天昊 然后在我的生日的时候 是去年12月的时候 然后会我们的前台经理 会发一个那个 在群里发一个祝福 就这样 我想要的就仅此而已 第二件是关于这个正常上班的问题 我觉得我是有一定的 处事计划型和调理型 并且很注重细节的人 对于这种正常上班的 时间段的问题 我可能有些说的模糊 在如果说有项目感 或者说什么的时候 我会加班的 没有怨言的 是这样 其实我对你刚才说 那个欢迎仪式 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会认为这是一种 你很希望有归属感的表现 愿意快速隆络团队的表现 我可能从这点上 我会给你加分 谢谢老师 那如果你现在的收入 和你刚入职场 比如说你有可能 还回到天津那种状态 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的上下班时间 怎么办 我首先来到菲尼莫属 是想找一个好的平台 出发点 首先是要对自己负责 我认为您刚才说的 时间的问题 我会顾忌我的这种发展 一种发展前景 我希望我在一年 或者两年之后 我的一个半小时 还是一个半小时 但希望我有一些成长 获得一些经验 我觉得就是值得的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负责 还有十一盏灯 天生我有财 我看你那个上面写了 同事对你的评价 有几个字叫看不懂 不是看不懂 我的看不懂 可能是在情商方面 他们看不懂 就像我刚才所述的 我的工作环境 我是需要绝对安静的 在职场当中 同事之间的配合 要包容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处理 不同的处事风格和方式 那么你将来 怎么去融入进去 因为绝对安静 是很难的 我的安静是指 一个人回家的时候 总结计划 或者说 在工作的时间段 可能需要一个人 沉下来的时候 把自己的计划 或者说 一些策划的方案 完成的时候 是可能需要自己 一个人来完成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 就是非常有责任心 认真做一件事情 就会坚持到底的一个人 可能在我场上 对于我的表述来讲 给老师们有一些误解 天昊 你现在有那个 就是职业的方向吗 就往哪个方向发展 将来 互联网方向 其实互联网公司 大部分都不太安静的 对 像我们公司 基本上 如果哪一天 我发现公司非常安静 我就会让行政放音乐 因为我觉得 有问题 那也不对 你也是个喜欢安静的人 闷不吭争的人 企业不一样 企业你需要不停地交流 你需要那种氛围 对 而且那种 有活力的氛围感是公平的 如果你发现 有一个部门领导 或者我去了公司以后 所有人都安静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氛围 对 所以 从今天面试的 从头至尾的那几个问题 第一 要别人欢迎 对吧 第二 要安静 第三 希望更多的一种情况下 又能够与人之间 有那种所谓的参与感 所有的东西都证明 第一 他是个职场小白 第二 他对于自己 生活的品质和工作的品质 是有要求的 第三 他渴望被关注 但第四 我不想被关注的时候 请你不要打扰我 他其实是有 有这种小韧性在里面 但是他的交流没有问题 他看到大家交流得挺愉快的 那个天昊 你所有展现出来的这些 说实话 与工作没有什么正相关 是第一 另外一个 你所关注的点 都特别奇妙 全部巧妙地躲过了工作要素 请你走出自己的那个世界 走进职场那个正常的世界 好吗 正常的轮回和序列 好 我很单纯的 我是个小白 就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看上去是挺可爱的 小白就要有小白的模样 来 第二轮选择 这么整齐啊 都是外面三盏 还有六盏 小老师 听识一下他们推荐的时候 一来听识照老师可以 那我们这边给你提供的是 我们叫开业支持管理部的管理专员 我可以给你一个大店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岗位 我们在全国有很多店 然后呢我们其实是对门店的音乐非常在在意和在乎 我们其实一直在想是不是有合适的人 他专门来负责挑选这个我们适合的音乐 给你的岗位是我们医疗云事业部的交付经理 为你提供的职位呢是市场推广专员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市场部的活动执行 好 考虑一下灭掉四盏留下两盏 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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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操言 曾华 谈情 不上感情 请揭晓 你可以又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们 就是我如果是工作的话 是提供住宿的吗 还是要 我们哪儿提供 而且就在我们公司附近很近很近 走路三分钟就到了 我们北京天津也都是提供住宿的 行 哪个人一间 三个人 都差不多 来 把另外四盏灯亮起来 我们来看下他们的薪酬是多少 来 我们从刘文君开始 请翻牌 六千 过篮 六千 王宁 五千 五千 徐昭 五千五 把王宁灭了 剩下来的这三盏灯 你可以任意挑选一盏来代替 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代替 是没有 你的答案是什么 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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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帮你问那个 他们提不提供住宿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还包吃呢 真的吗 对啊 要我们从来来 那可以吗 可以可以 真的可以的 我问一下啊 那个刘文君你那包吃吗 我可以加一千元饭补 再加一千元饭补 OK 过来呢 我们包三餐 包三餐 徐昭 我们不包吃 你们俩那包不包吃啊 我们也有饭补 每天是二十还是三十 二十就六百了 差不多 曾华包吃吗 我这边是那个有提成的 然后自己挣钱自己买 更好 你不包餐 你别说那毛巾 就是你不包餐 是吧 就这里包一千的饭补 那里三餐 这里不包 那还能换吗 啊 你换不换 我换 就是天豪没有必要 不能换 天豪慢点慢点 他包吃 他包包住 包住可比包吃 包住吗 你那包住吗 你不包住 我们不包住 你那包住吗 我可以听我诉说啊 他有包吃 又包一千块钱的饭补 他离得远啊 那个他那个离得远 我们是在西大旺路 在城里你知道吗 在CVD 我觉得天豪 我能给你的是发展 在这个舞台上 有两个特别像你的人 在我们呢 现在工作的特别特别棒 就这个刘文君这儿 让你吃好 住好 然后那边呢 让你吃好 住不好 保力豪这边只能给你发展 但还包住 那边呢 就包住 不包吃 换吗 想换 换哪个换哪个 我想换那个 哪个 刘老师 刘老师 刘老师换他们哪个 换 谁 保力豪 保力豪 你会后悔的 我跟你开玩笑呢 原则就是原则 原则是不可以更改 我就看看你这臭小子 自己想着嘛 怪不得编导说 你这段时间吃胖子 你大老爷们 那么观众吃啊住啊 关注的应该是 合不合适你发展嘛 吃啊 我这人是最讲原则 我不可能让你换 我最想知道 这臭小子心里想什么呢 他关注点跟工作 都没关系 这我挺失望的 其实这男孩 一看上去挺阳光的 那对工作怎么挑呢 虽然都是你的合法权利啊 对 那你要让他换 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健身方面 我其实也有想设计 你拉倒吧 就是因为人家不包吃 包吃 六百块钱餐补 六百块钱 人家一千 有包住 没有这个 多少钱无所谓 行了 就他们俩之间选吧 那些都甭想啊 十秒钟 不过话一说回来了 你们俩当中他随便选一个 你们俩心里都各得慌 保利好 斯凯乐 或者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斯凯乐 去吧 我觉得这次的硬直经历 让我获得了更多的人生经验 让我有了今后的职业发展方向 有了一个更好的平台去锻炼自己 最后几年的规划是 还是会坚持做市场这方面的工作 从基层做起 慢慢地去发展自己 有一个更好的经验 再去偷宽自己的方向 外表柔软 内心却有个狂热的世界 温柔 细腻 文艺 知心姐姐 直率 倔强 嘴蝶子多 像个男孩子 是我的代名词 我热爱用文字去描绘情感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那么 这个多样的刘思雨 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刘思雨 刘思雨 女22岁四川人 大连民族大学本科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大家好 我是刘思雨 目前就读于大连民族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我呢 兴趣爱好比较广泛 自小我就是学校的播音员 大一 主持了学院的迎新晚会 大二 主持了学院的英语话剧节 因为在校院学生会工作的经历 所以我参与策划了学校的歌手大赛 快闪活动 还有参与组织了学校的运动会等等 与此同时 我的成绩还不错 连续三年获得了学校年级的综合奖学金 今天来到这里想找一份与传播传媒方向有关的工作 谢谢 谢谢 竹雷老师 一句话 评价自己 野 与温柔 解释一下 温柔呢 就是大家 对我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声音柔 没感觉 没感觉吗 嗯 那可能是今天野 站的分量比较大 评价老师站在旁边 我就不自觉的提了起来 我的野的分量 哦 野呢就是 我这个人呢 比较外向 然后比较有自己的思想 我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 但是我自己做了一个电台 就是为我自己的爱好 然后这也算其中一个野 还有野呢就是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我当时觉得情人节 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事情 然后今年情人节 我自己临时决定 去了华山去夜爬 对 太与众不同了 你今天来求职的是编导编辑和播音 这跟你的专业也不相关 对不相关 这是我的一个爱好吧 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那你的主持风格到底是哪一种 偏走心情感类的 情感类的 就是 你主持一个我看看 你就来一段电台的开场白 晚间谈话节目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很惊讶 在意料之外 我之前做的那些节目 都是自己要先写台本的 没有太多底性的东西的 现在大家应该都要进入睡眠了吧 在这里阿思与你说 《非你莫属》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大家都在这里找到自己想找的工作 你们会爱上这个节目的 这什么呀 临时发挥嘛 没有准备呀 不像其他专业的 他可能有个模板 然后 从来老师一说 他就能套出来 他所要找的工作 和他实际展示出来专业技能之间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所以我在想 这个小女孩在后面估计 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麻烦 我们这个舞台上也来过很多 自己做自媒体 自己的文化底蕴和基础素质暴露无遗 跟他学的专业也蛮不搭搭 也不搭是吧 所以咱们是不是调调岗位 你这个做不了 真的好喜欢 喜欢归喜欢 也是想听一下各位企业家 觉得我能胜任什么工作 你觉得 你得先说 除了这三个岗位之外 你能胜任什么工作 我们才有参考 像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你干过人力资源 也没有 思雨是这样的 时长小白想要择业 我建议你们可以 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你喜欢什么 第二个你擅长什么 第三个是你想要 什么样的生活 也就是说你想挣多少钱 或者我对生活 会有一个最低本 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把这三个合起来 一般来说你能找到 你自己应该做什么 那我们就把这问题问一下 你最喜欢干的是播音 我们知道了 你最应该干的是什么 还是 播音 专业 销售 接不接受 还是 不太想成 专业类的接不接受 专业类的 可以接受 咱们这样啊 它第二轮环节 有一个才艺展示 是配音 我们看看它配音怎么样 好不好 第一轮先放过它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啊 五千家 有地狱县是什么 北京或者是成都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获利 还有十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配音 很多想干的事却只停留在嘴上 才发现 其实很多都不存在是怎么回事 在梦想面前 一切都是借口 你就想做这个 不 这才刚刚开始 想听一场摇滚 和耳朵一起一醉方休 想喝一场烈酒 让酒闻风丧胆 其实有点慌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他能够稍微淡定一点点 因为第一次去展示自己 肯定有些紧张是很正常的 那么可能他的临场的应变能力 稍微弱一点点 从整个反应看 学生里还是非常紧张的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好的地方 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我这点有点小小的遗憾 可以了 不好意思 我让你知道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配音爱好者 来 那个定生冰 你来一段 就自己有时候去看的电影里面 去模仿一点点 比如一些大片里面 比如说我这里面有一个咕噜 是吧 Bloat I kill you 还有那个 莫斯科保卫战 冬王年的战争 使你们踏遍了整个欧洲大地 你们面前简直是莫斯科红场 我要用德国的剑 为德国人民去取得更地和面包 好棒 这个东西现实就呈现在 你真不适合干这个姑娘 还是干自己的专业吧 很沮丧很难过 感觉从小的一个梦想被戛然而止了一样 你最重要你现在是什么 其实就是吃饭问题 你现在要是不工作 不找到一个能够把你自己养活的工作的话 你怎么去来报答你父母这么多年对你的支持在这 所以你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我现在不知道 就说你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好吗 不是说很好 但是父母支持我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 你这么大的孩子 其实我倒不觉得 是不是家里条件好与不好的问题 这可能暴露了一个就是很多普遍 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校园里的学生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你看你强调了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亲爱的谁都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选择权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有些事情你可能先要去做you have to do的事 才能有机会去做you want to do的事 很多的年轻人在折业的时候 往往会将他的业余的爱好当成了职业选择 他会有些错位 这样他会在后面 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找到他所和他匹配的岗位 你为此做了准备的叫理想 没做任何准备站上来 唐人黄之说的那真的是梦想 你只有晚上想的梦想 一点永远都没有 人生就是舍得二字 有舍才有得 你把你做不着的事请你放下吧 舍弃吧 做点你能做和该干的事 我27岁 开始做播音 我去到电台应聘的时候 来的全是帅哥美女 全是广播电视院校毕业的 声音好听的震的天巴 天花晚上都掉灰 当我们后来应聘上了之后 又跟那些还在实习 或者是二十二三岁的大学毕业生 在一起抢鸡子 去学那个剪辑 然后才做到今天十几年 你要做一样东西 你不可能不流血流汗的 哪有那么容易的 其实这是主持是 土雷老师的一个理想 我也不是这个专业 对吧 这个是土雷老师 我也计算机专业的 这是往哪里去走 这个是到 那你怎么到达 然后你经过了多少努力 在现实中解决了多少问题 这个是数 所以他其实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他到达了 而且他解决了那么多问题 做到了 所以你其实也一样 你有个梦想 但你不知道怎么去到达 你知道山在那 你不知道怎么上去 这三个月想想 先找口饭吃 来 第二轮选择 从此把你喜欢的事情 当成一个爱好 来 今天在这儿 当着电视机 当着所有今天所看到的 十二位考官 以及电视机前的父母 你给自己来一个 重新开始的节点 今天上这个节目 感觉收获到了很多 怎么说呢 虽然各位企业家 还有老师们对我说 你不能走这个路 我其实是很难过 但是我觉得 我也认可各位企业家 和老师们说的 我现在 我现在并没有觉得 我这个路彻底断了 我还是觉得我可以 嗯 然后 我要很努力很努力 然后如果 我这三个月觉得 嗯 我还是想做这个 那我争取 比图雷老师 早几年进这个行业 如果我 如果我想好 想好了 觉得嗯 我可以干别的 那我三个月之后 就去别的企业公司找工作 哎呀 他有一个优点呢 说了这么久 他没蔫 啊 他还始终是很活力的啊 保持这种活力啊 但在保持活力的同时 要拿出实力 好不好 嗯 谢谢你小姑娘 谢谢 再见 第一感觉就是很难过 第二就是反思吧 我做的准备还是太少了 之前可能 因为比较好强 有一点选择性的欺骗自己 但是今天在一个 这种场合下 也是把那一层纱打开 报名非女莫属 请将简历投射邮箱 非女莫属的全评 2010H126.com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